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门建造业环境保护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杨道理也表示 此次座谈会主要讨论装配式建筑产业在澳门的有效开展 希望有序引进中国专业技术与本地建造业无缝连接 共同创造澳门为环保城市 现在全建筑地面的时代 用减少净的古宿周围的环境 和用一个装置式的建筑方法是比较快 与传统建筑方式相比 装配式建筑完全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和建筑行业对绿色节能建筑理念的宣传 已成为建筑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